新闻焦点转回台湾 问问台湾政府对中共活摘罪行沉默 天津受害台商沈博胜今天在报纸刊登广告 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仪式 沈博胜说他曾目睹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仍满为患的场景 也知道仲介医院牟利的黑暗面 呼吁台湾误当中共活摘帮凶 打开今天经济日报 触目广告写着杀人活摘器官 卖120万人民币 内文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 维吾尔人器官一事 提醒台湾民众误作中共帮凶 刊登者是天津受害台商沈博胜 活摘器官的行为我没办法忍受 因为这行为已经不是人了 居然能把一个人 以大约120万人民币的价格 杀一个人来贩售 这个在我心里面我是没办法接受的 其实我们台湾的政府绝对知道 只是说大家都保持沉默 不敢所谓的得罪中共 害怕中共又给什么惩罚 最明显的惩罚例子就是我们的媒体 只要哪一个记者报导了有关于活摘器官 或者是西藏自杀自焚的事情 那个记者就可能会被罚三个月半年不可以去中国 不满台湾政府与媒体默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曾两度到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探病的沈博胜说 他朋友三周就拿到肝脏 比对过四次器官来源 花费超过百亿台币 每个病房都有人 那进进出出楼梯上上下下都是有人的 遇到很多外国人 巴基斯坦 印度 日本 这些我都我都看了 因为听他们的声音 配对四个病人 这个所谓的病人这是器官的来源 这个器官的来源 当时医院告诉这个我们台湾朋友 是说这都是车祸的 这个都是移植给外国人 他们当地人是等不到这个器官的 沈博胜说 美国106位议员都已经连署要求查活摘 台湾政府还漠视器官仲介 做反人类的交易 知道的是有台商 有医生 我们台湾的医生都有 好像两年前 两年前也有人向我家仲介 两度当广告揭露活摘真相 沈博胜表示 之后他还会继续破光消息 唤醒更多良知阻止罪恶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吉娇晨真 台湾台北报道